藏鸥贵为狗中之王以忠诚勇猛著称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犬种 主要产地在中国青海玉树 日前有媒体披露 藏鸥在中国大陆又添新本事 无论圈地洗钱还是搞工程走关系 给贪官送藏鸥可以一路开绿灯事半功倍 此外藏鸥甚至还可以让大墙内的囚犯减刑 据报道向大陆官员行贿有四招 赠豪宅、名表、巨额现金 及包办官员子女留学或家人外游的费用 除此之外 目前又兴起了送藏鸥的新招数 香港苹果日报专载广东南都网的报道说 一名已经被检察院判重刑的人 他的家属找到藏鸥神探马先生 买了两只小藏鸥送去后 很快重刑就变成十年有期徒刑 这位马先生说 这是藏鸥能办到的 这名养鸥高手回忆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 一名拥有矿山和煤矿 资产数亿元的黑老大 在牢房中打来电话 委托他收购一条好的藏鸥 并很快派了助手来到青海 他说 至今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牢房里自由打电话 还可以这样遥控指挥 中国呢是一党专制 共产党垄断了所有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要和共产党的掌握权力的高官有关系 你无论出现什么事 他都可以给你压住 人们就前半百机里去找关系 那找关系呢 他就要送礼 送礼送什么呢 显然他们就要网空心思了 报道还引述一名敖元元主的介绍说 眼下望公检法系统送钱 名贵的礼品往往送不进去 可是藏鸥就可以 搞工程 走关系 送藏鸥 往往一路绿灯 这是藏鸥的魅力 他说 有些人明买藏鸥 实际上是圈地或洗钱 买卖藏鸥 已成为享有特权的官员 或官商的屏风 而大陆某养殖藏鸥基地的 张兴辅责人对新常人表示 他也常常遇到用藏鸥送礼的客户 现在 网路打击送礼非常厉害 为了躲避风头 现在给高官送钱 名贵的礼品 官员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收下 可是藏鸥价格不透明 一般人都能接受 这关键是投其所好 其实爱好比今天更重要 这些东西的话 看不出价值来 这个东西比较含蓄 我也有办过对方的事情 百次来完几百万的都有 看见这个东西就想起你来了 他肯定会给你想着这个事 这位藏鸥基地的张兴负责人还表示 有些远道的客户 甚至不惜用飞机运送藏鸥回去 目前流行的藏鸥颜色 则是红色毛长的 此外张先生还透露 大陆有一个专门讨论用藏鸥送礼的社交网站 微信平台 那里边有很多送礼的经验 可以供人参考 分析指出 近年来 中共官场大批官员因贪污受贿落马 因此这些贪官在收受贿落的时候 格外的小心谨慎 藏鸥也就成了中共高官的心宠 苹果日报报道 最近十多年来 玉树养殖藏鸥的人 上到寺院喇嘛 周上领导 下到普通牧民 人数之众不计其数 近乎疯狂的养殖迅速形成产业链 一方面让不少农民脱贫 另一方面名声远播 成为送礼行贿的首选 藏鸥身价不仅由三十几年前的几百元 飞涨到眼下的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元 丹报道说 养藏鸥需要有足够的空间 因涉及安全问题 鸥舍的门就需要三道 还有环保也要跟上 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 旅美民主人士刘殷泉指出 中国老百姓对中共当官的受贿 行贿非常反感 痛恨 不满贪官行为的老百姓就独善其身 但是有的老百姓虽然不满 迫于这个社会风气 也学着去做 这样就把整个社会都污染了 刘殷泉说 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 腐败已经到了极点